这就是俗称食脑变形虫的服饰内隔离虫 它会经由人类鼻腔侵入大脑 一旦感染会出现发烧 恶心 呕吐 肩膀僵硬和头痛等症状 病患通常一周内就会死亡 致死率极高 1962年以来佛州有37例食脑虫感染个案 最近相关病例激增 全美多达143例 因为食脑虫通常存活在湖泊 河流 池塘等温暖的淡水 7月 8月和9月夏季炎热 民众经常细水消暑 感染的可能性更高 美国卫生部呼吁民众 夏天湖泊河流水温偏高 倒淡水水浴玩耍 要避免水流经过鼻腔 即使细水完毕要洗脸 也要使用主沸 蒸溜湖无菌水冲洗 避免食脑虫从鼻腔侵入体内 食脑虫和新冠病毒一样无所不在 医学和公卫学者警告 对疫情致病源头多一番了解和防范 就多一分保命的机会